大家好,这里是西米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恶龙和人类妹子搞对象的故事 俄罗斯经典奇幻电影《他是龙》 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遥远的冰川大陆上住着原始部落 他们经常受到恶龙的骚扰 唯一能阻止的方法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唱起龙之歌 换来恶龙 献祭上布洛尼年轻貌美的少女 只有这样才能换得一时的安定 眼看布洛尼的大长腿妹子越来越少 终于有一天 一条勇敢的单身狗挺身而出 他再也受不了布洛尼美貌的少女被恶龙霸占 于是费尽千辛万苦找到恶龙 并弄死了他 布洛终于得到了救赎 人们也将布洛尼迈奉为勇敢的化身 之后过了很久很久 直到人们已经淡忘了恶龙的威胁 恶龙的故事已经成了传说 这天 国王的小女儿小美即将成为新娘 嫁给布洛尼勇士的现任学买二旦 按照当地的习俗 小美得躺在船上 等待着未曾谋面的二旦将她拉到河对岸 之后两人举行婚礼 为了表达对屠龙勇士的爱戴和尊敬 两岸的村民们唱起了龙之歌 这一唱就出事了 突然狂风大作 一只黑色巨龙从天而降 一把抓走了即将成为新娘的小美 再次醒来的小美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山洞里 抬头一看 一个男人正在向她招手 被吸引的小美通过一个镊缝 看到对面有个英俊不凡的男子小帅 没过一会儿 小帅离开了 小美试着自己爬出山洞 但这时 恶龙飞回来了 惊慌失措的小美被恶龙逼到了悬崖边上 此时光着上身的小帅再次出现 原来这个帅气的小伙就是吃人的恶龙 接受不了事实的小美摔下了悬崖 危急时刻 淡随一道想要的光芒 小帅变身成龙 在即将落地的一刹那 小帅护住了小美 自己却被摔晕了 小美举起石头想砸死他 但想到这个帅小伙不过自身安慰救自己 于是动了侧眼之心 将他拖到了岸边 以免他被海水淹死 之后小美在海边找到一艘帆船 想自己乘船逃离这座小岛 可生猛的暴风雨阻止了他 醒来后的小帅告诉小美 他是恶龙的紫色 数千年来 他看到恶龙父亲残杀了无数年轻貌美的少女 善良的他却阻止不了 于是只能告诫自己 一定要控制住体内的恶龙血脉之力 在他成年后 每次控制不住体内的恶龙之力要变身时 就把自己困在山峰里 控制自己不要出去害人 就这样一直过了很多年 可有一天 小帅突然听到了龙之歌 灵魂伸出的恶龙之力再也控制不住 于是无意识地幻化成龙 并将小美抓回了龙之岛 看来这恶龙一家强强名语 已经成了内心身处的习惯 随后小帅告诉小美 自己不能送他离开 因为一旦见到人类 体内的恶龙之力就控制不住 到时会伤害无辜的人 而龙之岛周围都被迷雾笼罩 离开龙之岛的唯一办法就是真爱 如果有人真心爱他 就能找到这座岛屿 并将他带走 小帅的话让小美有了希望 于是开始期待二旦前来 带他逃离这个地方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孤兰寡女共处一岛 再加上小帅就是个撩妹高手 动用各种手段和信思哄小美开心 男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但龙一旦有了感情 就会控制不住自己 化身成恐怖的恶龙 即使再舍不得 小帅也不想伤害小美 于是他故意惹小美生气 最终小美坐上木筏 向远方飘扭而去 留下小帅独自一人 潜缩在冰冷的岛上 小美在海上飘了很久 终于遇到了前来找他的二旦 不久之后 国王决定在和尚再次举行之前 未完成了婚礼 但此时的小美满脑子都是小帅 他不再愿意和二旦结婚 于是他在河中央唱起了龙之歌 希望小帅能再次出现 将他带走 听到龙之歌 小帅再次化身为龙 在众人的注视下 将小美抓到了龙之岛 在洞穴中恶龙要伤害小美时 小美无味地吻上了他 最终恶龙被小美的爱意感化 温顺地趴在了小美腿上 画面一转多年过去了 小帅和小美幸福地生活在龙之岛上 并且两人担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 小帅也因为爱情 能控制住自己体内的恶龙之力了 夕阳下 幻化成龙的小帅 载着心爱的公主自由翱翔 享受着美好时光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部歌颂自由恋爱的奇幻大片 没有王者杀死恶龙拯救公主的狗血剧情 取而代之的是一对小青年 不畏世俗的眼光 相爱相守的唯美爱情故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次见